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巴厄竞技将总比分搬成1比1 双方进入加实赛 还在加实赛第116分钟 尼巴涅斯打进绝杀进球 最终帮助奥萨苏纳以总比分2比1淘汰比尔巴厄竞技 成为本赛季首之闯进国王杯决赛的球队 这个夜晚 奥萨苏纳终结了18年的苦等 他们上一次闯进国王杯决赛还是在04-05赛季 但当时他们1比2不敌皇家贝蒂斯无缘夺冠 当然 他们这一次想夺冠难度更大 因为他们的决赛对手不是巴萨就是皇马 目前情况看来 奥萨苏纳替巴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因为巴萨在国王杯半决赛首回合客场1比0小胜皇马战的先机 据统计 奥萨苏纳是国王杯120年来首支通过4场加实赛晋级决赛的球队 在这一场加实赛绝杀比尔巴厄竞技之前 他们已经打了三场加实赛 分别是在第三轮客场加实赛2比1击败塔拉格纳 1分之1决赛客场点球大战6比4 淘汰皇家贝蒂斯 以及1分之1决赛主场加实赛2比1击败赛维利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